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宗教的文明时间都不长 大概一年半年就没有了 这个地球上曾经出现过二十多种文明 现在只剩下一个了 中国的文明还没有丢掉 可是我们细心观察中国文明现在有危机 如果没有人继承 我想不会超过一百年 这最后一个文明也就没有了 所以佛教的教育 中国圣贤的教育就是教文明 文明的根 一个是孝 一个是剃 孝顺父母 奉思思长 如果这两个根没有了 这个文明就是重病 住在这个世界 不会很长久 所以那么今天我们看这个社会 还有几个孝顺父母的 还有几个能够尊敬老师的 思道 笑道没有了 文明的根本没有了 就不可能长久 这是我们很担忧的一种事情 所以道德讲堂是从这引申的 我们要把传统的文化 伦理文化 道德的文化 因果的教育 要把它找回来 这个世界才会有救 我们的传统才能够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 无能 无常 思维 But 我们的传统文化 道德讲堂干点 就这个事情 要认真 要下功夫 真正发这个心 我们一生不从事其他工作 能吃饱 穿暖 有房子 馈出 这笔风雨就够了 全心全力来把中国传统文化 延续下去 这个功德无量无别 我们的传统文化 我们的传统文化